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来继续讲近现代的德意志璀璨群星 上一期里边我们讲到一战中德军的一个著名的统帅 机动战术大师马肯森将军 那么在一战中 德军涌现出来了大批的优秀军事将领 但是这其中呢 很多军事将领依然是沿用着以往的战术和战争法则 他们的军事指挥虽然优秀 但是脱离不了旧有的那种战术 那么一战可以说是现代化工业化 在战争中的一次体现 所以就意味着很多的传统战术和战场经验不再适用 那么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人 就要体现出他对新的战术 新的战场态势有所研究 并且能够提出解决方案 这样才能算得上是在一战中最杰出的一批军人 那么德军在一战中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 那么涌现出来的将领就是不多了 那当然其他的国家也并不多 那德军中的这些将领比较好记 为什么比较好记呢 它是两个组合 这些将领是两个组合 再加上一个以他名字命名 现代战争的一个新兴战术 再有一个就是孤权在海外的一扫胜多的著名将军 一共就是这六个将军 六个将军元帅是一战中德军最厉害的六个人 那之前我们讲到了 对于两个组合来说 第一个组合就是兴登堡和鲁能道夫 这是最厉害的组合 第二个组合就是马肯森与赛克特 赛克特将军我们在后面会讲 马肯森元帅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黄金组合 那么今天这集里边呢 我们来讲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 现代战争中一个重要的战术 就是渗透战术 也叫胡蒂尔战术 这个就是德国的陆军上将胡蒂尔 我们这集里会来讲他 那最后一个牛人呢就是福尔贝克 福尔贝克在这几个人里边军衔最低 但是他所成就的是最惊人的 他在德国的海外殖民地 孤选海外 以极少的并且大部分是由当地人组成的军队 抵抗和牵制住了几倍 几倍于几的英军 创造了惊人的游击战战果 那么下一集会来讲 福尔贝克 那这集我们就来讲讲胡蒂尔 胡蒂尔在一战史 甚至整个世界军事之中 他最出名的就是胡蒂尔战术 这个战术以他的名字命名 胡蒂尔战术有多么的重要呢 胡蒂尔战术实际上就是二战 发生的时候的闪电战和突击战的原型 就是从胡蒂尔战术开始的 很多二战中的德军将领 著名的德军将领 在一战期间作为中下层级军官 都对胡蒂尔战术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人就是龙美尔 沙漠之呼隆美尔 他曾经非常详细的研究过胡蒂尔战术 那胡蒂尔战术 这个战术本身并不是胡蒂尔发明的 真正刚开始提出这种渗透战术理念基础的 反而是英国英法英法那边 但是英法那边这个战术并没有得到发安光大 那么这个战术首先在德国这边被重视起来的是鲁东道夫 鲁东道夫在班这一级的军事单位上 开始实验性的提出了渗透战术 那真正在战场和实战中 把渗透战术大规模应用的就是胡蒂尔 并且胡蒂尔的应用 创造了惊人的战绩和战果 又因为胡蒂尔在一战中 他使用渗透战术使用的最多 使用的最好 因此这个战术就被命名为胡蒂尔战术 并且在各国的军界没有任何意义 认为这个名字恰如其分 胡蒂尔是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 他的祖父曾经跟拿破仑战斗过 他的父亲也在普鲁士军队中晋升为团长 在普法战争中 他的父亲因战功被封为贵族 胡蒂尔跟鲁灯道夫呢 是表兄弟的关系 表兄弟的关系 因为胡蒂尔他的母亲就姓鲁灯道夫 跟是鲁灯道夫 鲁灯道夫是相当于他的娘家人 在胡蒂尔军官学校 在军官学校受训的时候 他就受到当时时任这个军官学校教官的 兴灯堡少校 后来的兴灯堡元帅 就对胡蒂尔评价甚高 当时兴灯堡对他的评价是 这是一位富有天赋的年轻军官 应寄予极大的期望 那么他在士官学校毕业以后呢 胡蒂尔就直接进入了总参谋部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德军的总参谋部 为德国的军队培养出了一批 一批杰出的将领 在一战开始的时候 胡蒂尔是在马鸾河战役中 在第二集团军任职 负责指挥第一禁卫步兵师 1915年他被调往东线指挥第二十一军 1917年他被派指挥位于 里加以南多脑河一带的 第集团军 那么三个月后 他就指挥了第八集团军 在他任职第八集团军的时候 他就指挥了里加战役 里加战役 胡蒂尔面对的是 俄国帕尔斯基将军指挥的 第十二集团军 当时十二集团军 俄国第十二集团军 便有16万一千人 火炮1149门 机枪1943艇 那胡蒂尔这边呢是第八集团军 下属三个军约六万人 火炮2000门 机枪2000艇 所以说从装备上来说 德军占优 但是从人数来人数上来说 那杀俄军队占优 那就是在里加战役中 胡蒂尔将他精心研究过的 渗透战术 大规模的开始使用 我们给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渗透战术 渗透战术之所以会被产生出来 是因为当时在一战 尤其是在西线 双方都进入到一种僵持的阶段 那么在这种僵持阶段上 双方都发现 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发现 正面进攻变得极为困难 很难突破对方的防线 我们前面在讲法金汉的时候 讲到过 德军 就同盟国和协约国 曾经发生过奔向大海行动 就是双方面都想迂回对方的侧翼 可是都没有成功 结果最后就变成了 战线的单方面的延伸 直至到大海才停止下来 那么几次会战 双方想突破正面突破 死伤都惨重 因为现代战争的武器 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强大的火力 使得以往的步兵战术 都没有办法奏效 徒增伤亡 那么在西线僵持的这个阶段中 双方面都大规模的修筑工事 两边都可以经常看到 说这个主要的战壕都达到三条之多 那么主要战壕之间 还布置了大量的掩体 碉堡火力支撑点 大批的铁丝网 那么在防御阵地后边 树板门的大炮还有机枪 组成了强大的火力 形成了数公里纵深的无人区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美国著名的影片 《秋日传奇》 布拉格皮特主演的《秋日传奇》 那里边他弟弟就是在一战中战死 他那个战死的情况 就是描述了当时一战的残酷性 那么你在网上冲的时候 那都是铁丝网 一旦人被挂在铁丝网上 那重机枪就是强大的火力 就横扫过来 很多的士兵就这么白白地送了命 那么在这种情况 战场情况的涌现出来以后 很多著名的将领都在考虑 到底要怎样进行改变 才能够重新实现 从正面的突破 那么在这种大前提下 渗透战术就开始产生了 渗透战术有几个关键的点 关键点 正是因为装备的提升 使得这几个关键点成为可能 这才促使了渗透战术 可以进行使用 那第一个就是步炮协同 那渗透战术的第一步 就是由炮兵进行炮火掩护 这个时候不是炮火的作用 不再是说要摧毁敌人的主阵地 摧毁敌人的有声力量 这个时候的炮火掩护 实际上他们叫推进弹幕 什么叫推进弹幕呢 就是在突击部队的前面 打出弹幕来 使得敌人看不清楚 突击部队的运动 并且这个弹幕是逐渐向敌人的纵深 延伸进去 这样可以进一步阻止 当撕开突破口以后 对方进行增援 这叫推进弹幕能力 步炮协同代表着现代战争的开始 这和战场上电话的运用 也是密切相关的 只有通讯手段上去了 你才可以做到步炮协同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电话的大规模使用 再加上炮兵素质的提高 就使得步炮协同成为了可能 这是渗透战术得以实施的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就是单兵武器的提高 这边有几个重要的武器 第一个是火焰喷射器 火焰喷射器可以有助于突击的部队 将躲在嵌豪和碉堡里的敌人 进行有效的杀伤 因为渗透战术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一旦突破进去 你要保证对嵌豪里的敌人部队 进行有效的大规模杀伤 否则的话你一旦突进去 他又从嵌豪里跑出来 断了你的后路 那渗透战术就不再是说突破战术 变成了送死战术 所以对嵌豪里的敌人 尤其是在碉堡里的敌人 要有有效的杀伤 这就是代表着火焰喷射器 这起了重要作用 那么再一个就是单兵的机枪火力 那么对于德国的渗透战术实施部队 它的名字叫做风暴突击部队 Storm Trooper 很多玩游戏玩战争游戏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 因为风暴部队这是在世界军史上都是一个著名的 著名的部队的一个重要名词 那么对于执行渗透战术突击任务的风暴部队来说 标配就是德国的MP18机关枪 冲锋枪 MP18冲锋枪其实对于中国的军迷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MP18冲锋枪在中国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在红军时期 第一次国内土地革命时期 那么著名的一个武器就叫做花机关枪 花机关 花机关当时在红军部队中也大规模的 在指挥官那一级经常使用 这花机关枪就是MP18冲锋枪 MP18冲锋枪是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冲锋枪 它发射6毫米手枪弹 虽然距离近精度不高 但是提供了猛烈的火力 非常适合于德军的突击士兵跳入嵌豪以后 将密集的弹羽向嵌豪中的对手进行倾泻 所以MP18花机关枪是突击部队里边冲锋手专用的武器 另外一个呢 在冲爆部队中进行火力支援的士兵所拿的武器是MG15机枪 这种机枪火力极猛 它实际上是德军使用的MG08重机枪的改进版 德国的军功的的确确是领先于世界 当时因为渗透战术的需要 他们专门把MG08这种水冷式重机枪 在这个基础上开发了这MG0815轻机枪 全枪的重量降低到了19.5公斤 虽然这个重量呢依然很大 但对于一些训练有素强壮有力的德军士兵来说 可以单人就拿着这个重机枪进行冲锋 所以这又再次给德军的突击部队 风暴部队提供了强大火力 那么另外还有一把手枪 就是鲁格P08炮兵型自动手枪 这款手枪呢很有意思 就是它和传统的鲁格手枪有个区别 就是枪管极长 枪管很长 那枪管长我们知道一些熟悉武器的 武器特点的朋友知道 枪管长意味着这个枪的精度极压 作为一把手枪 这支枪可以保证在100米内精度极压 并且它的木质枪托可以翻转过来 放到枪上 把枪就当作卡冰枪来使用 所以这也是当时风暴部队的一个标配 那么另外还有两样武器 是风暴部队基本上很多人都配备了 第一个 作为第一波突击 向敌人阵线进行突击的风暴部队成员来说 身上挂满了手榴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下 德国风暴突击队的那个照片 可以看到很多的士兵都是身上 胸前从左到右摆了一排的手榴弹 那么这些主要是第一波冲上去的突击队士兵 他们就要用大批的手榴弹 对敌人的阵地进行狂轰乱炸 保证突击的速度 那么另外一个主要的武器是什么呢 就是步兵产 因为当时德军的突击部队发现 根据战场经验发现 当时的这个工兵产 它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刺刀 尤其在近身搏斗的时候 那个铁产一挥 很容易就把对方的脑袋削掉一半 或者把对方砸运 要比刺刀 在欠毫脖子中有效的多 所以工兵产也是风暴部队的一个标配 那么还有一个是突击部队 并不是美人匹配 但是突击部队肯定会携带的 就是大量的凯击炮 轻便凯凯击炮的在战争中的使用 使得突击部队有可能在炮火没有摧毁敌人防御攻势的情况下 使用凯击炮有效的压制敌人的火力 并且进一步摧毁 这给风暴部队在突击的时候提供了有力保障 那么这些现代战争中新型武器的出现 给风暴部队的突击力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 使得渗透战术可以实施 那么渗透战术它主要的定义呢 就是利用小的作战单位 利用对方防御的间隙和结合部 渗透到对方的防御体系当中 打击重要目标 切断交通线 这个战术分四个部分 首先是短暂而猛烈的炮击 有时候会捆杂一些毒气弹 这样就给敌人的防御带来了迷惑性 使敌人的防御线不能够清楚地看到我方的运动 第二步在弹幕徐静的掩护中 轻装的突击部队出发 并且渗透进入对方防线的薄弱之处 消灭敌军的炮兵部队和指挥机构 尽量的避免大规模的战斗 在达到消灭敌人炮兵部队和指挥机构之前 尽量避免大规模的战斗 第三个 轻装突击部队完成他们的任务以后 重装突击部队 就是配备了机枪火焰喷射器凯击炮和轻型火炮的部队 就会攻击轻装突击队绕过的对方的巨点 第四个阶段 这个时候的突击的最后阶段 才是普通的步兵跟上 开始清除最后的抵抗 那么在渗透战术中 有一个最大的对传统战术的改变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指挥官 前进控制官 他们叫前进控制官 实际上是指挥官 他和本方的炮兵进行密切的联络 那么炮火就不再像以前 是按照时间表进行炮火的这种覆盖 而是根据实际需要 由前方的前进控制官 用电话来要求炮兵部队 随时在有需要的时候 提供炮兵的炮火的支援 在一站的时候 因为还没有无线电 所有的电话都要通过电话线 所以在有的时候很不方便 那么突击部队 这些指挥官 他们发明了很多时候 是用信号弹或者信号火箭来指示目标 同时呢 突击部队除了战斗部队和协调官之外 还有工兵 后勤治疗单位以及通讯部队 实际上 在渗透战术中 突击部队已经是一个袖针的合成部队 实际上是合成特种作战 那么渗透战术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突然性 要求攻击部队在晚上向前运动 隐蔽 要非常好的隐蔽进入攻击前的集结地域 同时在前线其他地区做洋动 进行伪装欺骗 炮火一定要 炮火准备一定要突然有突然性 不能让对方有对突击部队的方向 有任何的察觉 再一个呢 突击部队的指挥官 一定要有极强的军事素质 要在突击的过程中 根据敌方防御的强度的不一 迅速的调整 找到对方的薄弱处 这样才能保证不断的向前突击 那么跟进部队 要不停的保证自己在不同的阶段的跟进部队 要明确自己的战斗任务 扫清被前面的突击部队 遗留下来的对方的据点和兵力 从而保证突破口的畅通无阻 那么经过这些简单的介绍 大家已经可以看出 渗透战术实际上就是二战之中 无论是德军的闪击战 还是苏联红军气势磅礴的 那种以方面军 以集团军为战斗单位 进行的正面突击 打宗深 打迂回 打围坚的这种战术 实际上都是起源于渗透战术 都来源于渗透战术 无非是你使用的规模 方向 使用的武器装备 那么达到了突击距离的不同 基本的雏形都是相似的 所以可以说渗透战术 是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战术发明 那么正是因为胡蒂尔在一战中的广泛使用 使得他名声大噪 并且被各国的军事将领进行广泛的研究 这造成最后在二战的过程中 到处被进一步的升华使用 那回到李家战役 在李家战役中胡蒂尔因为渗透战术的使用 当时取得战果是震惊了世界军界的 虽然在突进过程中最终因为俄国军队 特别是拉脱维亚步兵的顽强抵抗 使得渗透战术最后没有达成 对俄国第十二集团军的彻底合围 但即便是这样 胡蒂尔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占领了李家 当李家战役结束的时候 德军的损失是四千到五千人 而第十二集团军 俄国的第十二集团军损失是2.5万人 其中被俘和失踪达到了1.5万人 这个战损的对比达到了一种惊人的程度 这个惊人的战果 使得胡蒂尔获得了著名的兰马克思勋章 那么在占领李家一个月之后 胡蒂尔又率领了他的军队 成功地攻克了波罗的海群岛 这是一次大战中唯一一次成功的两栖登陆作战 之后胡蒂尔被调到了西线 他负责指挥新编的第十八集团军 那么鲁东道夫很快就发动了著名的皇帝攻势 也是鲁东道夫又叫鲁东道夫攻势 我们之前讲到过 鲁东道夫在这个作战计划中 就大量的准备使用渗透战术 胡蒂尔战术 那自然胡蒂尔就成为他主力中的主力 当时胡蒂尔的第十八集团军位于最南侧 在攻势刚开始的时候 胡蒂尔指挥五个军27个师 沿着索姆河两岸向海岸冲击 因为他对渗透战术 也就是胡蒂尔战术的这种准确和高明的运用 在战役开始的初期 攻势开始初期 取得了位为壮观的初期成果 我们这边要强调一下 在皇帝攻势之前 西线双方面是一种对峙的状态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双方面都没有办法去攻破对方的防线 可是就在皇帝攻势开始的时候 在胡蒂尔的指挥下 德军利用渗透战术 取得了与以往对峙时间完全不可想象的速度 就突破了当时协约国的战线 胡蒂尔的突破方向 是英国将军高夫指挥的 由十二个时组成的第五集团军 在胡蒂尔高超的渗透战术的应用下 他的部队德军 捕获了五万俘虏 并非凡的推进了六十公里 从之前两边对峙 谁也攻不过去 到变成了推进了六十公里 这是一种惊人的惊人的变化 当时胡蒂尔军队移动的是非常迅速 以至于负责他侧翼的其他部队都被远远的抛在了后面 因为他禁军神速 战果辉煌 两天以后他就被德国皇帝迅速的授予了相爷勋章 但随着胡蒂尔的推进 渗透战术最大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 就是后勤保障 我们之前在介绍渗透战术 大家就可以听出来了 渗透战术需要后勤 要跟上 否则你想拿的都是重机枪 手提重机枪和花机关枪 那子弹的消耗数量 这是惊人的 那你如果后边的后勤补给跟不上的话 很快部队就会面临弹药的缺乏 那么在一战的时候 部队的运输能力 后勤的保障能力 还没有达到二战那个程度 所以在渗透战术使用的时候 很快一旦碰到前方 敌军的阻拦稍微强大一些 那么突击部队的弹药一旦跟不上 那么渗透战术的缺点就显现出来了 攻击势头就会被遏制住 而且胡蒂尔在这时候面临的更加困难的情景是什么呢 当他往前突击冲出了一个突破口 冲进了协约国防线的时候 他后方的补给 后勤保障和补给 就要通过的是 已经在索武和双方对立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建立的那个无人区 而这个无人区使得交通 后勤的交通 这个保障交通啊 更加的困难 即使在这种问题下 胡蒂尔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突击能力 最后他对法国首都进行了一次最深入的推进 他部下的几个师 攻占了距离巴黎约32英里的蒙蒂迪安镇 因为后勤跟不上 他被迫停止于蒙蒂迪安和莫勒伊西 1818年6月份 胡蒂尔不甘心 他又一次实施了成功的 努瓦勇和蒙蒂迪安攻势 但是依然他摆脱不了 这个渗透战术的这个致命的缺点 德军的资源不足 后勤跟不上 再加上法国人非常有效的防御 他的这次攻势 并没有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推进战务 自此之后 他只能采取一种防御态势 但是在防御态势里 他的巧妙指挥 也成功的防御住了 英法联军的多次进攻 那一战结束的时候 胡蒂尔带领他的军队 穿过莱茵河回到德国 在他对他所属的军队 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 他也同样提出了 就是德国军队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 而是被后方的政客在背后捅了一头 他和鲁登道夫的不同点在于 他指的是后方的政客 没有特指是一定是左翼政客 或者像鲁登道夫一样 直接把矛头指向犹太人 他并没有这么做 但他当时的演说里 讲的那个话 非常的这个悲壮 他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不是被敌人击败 而是因为受制于外部环境 才被迫如此 我们不得不放弃了 我们经过激战 才占领了土地 我们仍然高昂了头 回到我们深爱的祖国 德国的这些优秀的军事将领 无论是在一战失败 还是在二战战败的时候 他们对部队那种高度的责任心 使得他们最终在失败面前 对自己部队的演讲 都充满着那种悲壮的激情力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美国著名的电视剧 这个战火兄弟联 Bandall Brothers 在最后几集里边 就是在他们美军战胜了德军 当时就有一段 就是这个德军的 应该是将军或者是元帅 对着德军的投降的部队 战败的部队发表演说 就同样也是很坑海激昂 这是德国陆军的一个特点 这无愧于他们是世界上 最强陆军的这么一个称号 弗蒂尔是在1919年1月退役 并且担任德国军官联盟的主席 一直到1934年1月 在1934年年底 他以77岁的高龄去世了 弗蒂尔在世界军事史上的评价非常高 这就是因为他对弗蒂尔战术 也就是渗透战术的应用 这个后来二战以至之后 这个世界军事研究 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模板 那么弗蒂尔作为渗透战术 最有力的发扬者 在一战中将这个战术 已经运用到了一种 炉火纯青的地步 他对渗透战术的这种应用 使得德军的一大批中下级军官 得到了锻炼 那么后来在二战中 德军的机械化权兵种学说 就是基于弗蒂尔战术而来的 那么对这种战术的高度掌握 使得弗蒂尔是在当时一次大战 披线打破对峙 打破僵局 打破欠豪战中 弗蒂尔当立守攻 就从这一点 胡蒂尔就是德军在一战中 值得大家记住 的一代名将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位呢 是德军一战中西部战场上 他在东西部战场都有战机 那么像世界 所有军队军界的这些将领都展示了 什么叫做现代战争的渗透战术 引领了这个风潮 为现代战争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所以这就是德国陆军在一战时的上将 胡蒂尔将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年纪束 尔但是